我是善意 善意的提供者 白口莫辯 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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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认论文抄袭 一直硬凹到底 那他也说他为他的清白而战 在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这件事情已经造成 民进党惨败了 但总统蔡英文当时是下令说 全党挺艺人 也是引发了渲染大波 而根据时事评论员黄阳明的脸书 有发文一个最新消息 我们就要来看看的是 这个林志坚 中华大学的硕士论文的 一个最新的发展 他的发文 我们有画了红线 让大家来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他发文说呢 张又齐律师 有传讯席哦 那么他就特别说 中华大学的硕士论文撤销的 宿愿案 赵玉部在1月19号发文 结论是什么 宿愿驳回 林志坚的清白战场吞下手败 那代表说呢 这个未来还会再继续要打的是 行政诉讼 等于是要打脸 林志坚的清白说 那么这是中华大学的部分 至于台大的部分 目前还没有结果 海黄鲍鱼干杯 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 GTI714